这位青年才俊因感染病毒变成了丧尸 他来到乡下采风 没想到遭遇了奇葩的一家人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韩国的丧尸喜剧片奇妙的家庭 根据新闻报道 一家名叫人类生物的公司生产了一种新型的治疗剂 服用后的人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副作用 都出现了类似丧尸的状态 在一个电闪雷鸣的夜晚 已经变成丧尸的帅哥从人类生物公司逃了出去 大嫖一家在偏远的郊外开了一家加油站间修理厂 由于长期没有生意 作为老板的大嫖想出了一个损人利己的主意 他故意在公众上扔了一些钉子 然后把那些扎了胎的汽车 拉到自己的修理厂进行维修 最后开出一个天价的维修价格性单 大嫖的老婆是个狠角色 平时不苟言笑 但动起手绝不含糊 江湖人称平底锅女皇 这对小情侣虽然知道被敲诈了 但在人家的一亩三分地也只好人栽了 大嫖的妹妹小嫖是个老姑娘 由于父亲村子没有一个未婚男子才能看上眼 因此一直守身如玉的等着天上钓鲜饼 已经变成丧尸的帅哥 一路颠沛流离来到了大嫖的村子 村民们哪见过这个物种 都以为帅哥是个到处流浪的要犯花子 就连村子里的熊孩子也欺负他 还有那条狗眼看人低的大黑狗 把帅哥的鞋都剪掉 老嫖是大嫖和小嫖的老爸 老婆死得早 老爷子含辛茹苦一辈子把儿举拉扯他 现如今也算是功成身退 过起了养老的生活了 跟一帮老伙计整天打牌喝酒只做紧密 老嫖在上厕所的时候跟帅哥遭遇上 老嫖平时在村子里横惯了 拿起皮帅子就开始发飙了 帅哥可不惯着他 上去吭吃一口就把老嫖的头皮给咬烂了 小嫖埋葬了自己精心喂养的小兔子之后 恰好遇到了正在被大黑狗追的帅哥 小嫖一看对方来者不善上去就是一个风门绝乎角 在首尔打工的二嫖拎着皮箱回老家休假 这哥们刚走到村口就遭遇了妹妹小嫖和帅哥 眼瞅着小嫖就要被帅哥追上了 大嫖开着救援车及时把帅哥给撞飞了 人命关天的三个人过去一看 发现帅哥居然又站了起来 并且还是一副不服不愤的样子 就在大嫖心神不宁的时候 他老爸老嫖被救护车给送回来了 老嫖这辈子哪吃过这种亏 发誓再见的帅哥一定要报仇血痕 由于老嫖脾气古怪 跟儿女们的关系并不是很好 因此他一个人独自住在旁边的房车里 他最大的梦想就是有一天 能去夏威夷醉生梦死一回 被帅哥咬完之后 老嫖很快出现了燥热的情况 这明显不是一个好兆头 到了后半夜夜不能寐的小嫖 突然听到仓库里传来动静 他拿着铁胶进去一看 发现是正在偷吃的帅哥 这时候老嫖要回去了来了 老嫖一看是自己的仇人 举起铁胶又冲了过去 两人正打得热闹的时候 大嫖及时赶到 一个飞踹就把帅哥盯在了墙上 这下一家人全傻眼了 以为这次肯定是要吃官司 但让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 帅哥居然没事 这种明显违反科学的现象 把全家人都吓坏了 几个人不敢恋战 虚晃一招全都撒子了 并且把帅哥关在了仓库里 这个时候儿女们才知道 老嫖是被帅哥给咬的 二嫖毕竟在大城市混过 见多失光 他为家里人播放了 俯筛型的影片 这下大家全明白了 这帅哥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丧尸 这一点确定之后 所有人都默默的 从老嫖身边走开了 大嫖那位怀孕的老婆 平底锅女皇毫不受软 上去一下就把老嫖给拍摸圈了 并且迅速的把老嫖 封死在了房车里 随后二嫖在网上查阅了 关于丧尸的资料 而且还精心制作了 一本丧尸完美指南 根据二嫖的研究 老嫖目前的所有状况 都符合丧尸早期的症状 为了防止老嫖变成丧尸之后 到处有人 二嫖提出了一个建设性的意见 那就是抓紧时间 把他们慈祥的老父亲给干掉 第二天一早 老嫖果然像二嫖说的那样重生了 不过老嫖似乎并没有什么变化 跟往常一样像个正常人 二嫖并没有被眼前的假象所迷惑 他毫不犹豫的把老爷子给砸晕了 气得大嫖直接把他给撵了出去 帅哥虽然变成了丧尸 但瑕不掩欲 那高分的颜值还在 这一点迅速引起了老姑娘小嫖的注意 帅哥跟以往影片中的丧尸不同 最喜欢吃的就是卷银菜 小嫖还很贴心的为帅哥 取了一个名叫丧尔的名字 虽然小嫖对丧尔非常的关心 但他嫂子平底锅女皇心里却不踏实 为了防止出现意外 他用钳子把丧尔的牙全都给拔掉 老嫖被丧尔咬了之后 不仅没有变成丧尸 而且似乎还年轻了一二十岁 这个惊人的变化 迅速被他在那帮老伙计里发现了 大家纷纷请教老嫖返老还童的秘诀 这个时候他才意识到 自己之所以变年轻啊 肯定是被丧尔咬的原因 看着他们的老爸在仓库里手无足的 二嫖认为不能再等了 刚刚新婚的王子白找老嫖请教变年轻的方法 本来老嫖不想说 但王子白出的价格又让他无法拒绝 就在老哥俩讨价还价的时候 被躲藏在墙角的二嫖给听到了 二嫖认为这可是一个发财致富的好办法 很快被丧尔咬一口就能年轻二十岁的消息 在六十岁以上的老大爷的圈子里传开了 大家伙拿着钱一起来找老嫖 老嫖一看赚钱的机会来了 于是便带着一帮老伙计来到了仓库 可能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丧尔已经被二嫖给偷走了 二嫖准备把丧尔带到手里挣大钱 但不幸的是 由于超速他被警察给拦住 并且发现了他绑架丧尔的事实 警察把这二位带到所里 误认为丧尔的一口小白牙是二嫖给拔掉了 把所长给气得斥责二嫖毫无人性 看着遍体鳞伤的丧尔 所长就打算把二嫖给关起来 二嫖一看这情况 只好说丧尔是个丧尸 所长一听更来气了 就打算动手教训二嫖一顿 就在这个时候 得知消息的老嫖带着儿媳和女儿来到了所里 二嫖以为老爸是来救他的 可没想到老嫖居然把丧尔也盯走了 晚上一家人开了一碰头会 他们意识到发财的机会来了 但现在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 那就是丧尔的牙都被拔光了 要说还得是老嫖 眼珠一转记上心来 把村子里推车的李大爷的假牙给丧尔拜上了 李大爷的年龄太大了 出门已经离不开小推车了 烦恼还童的工作正是开始了 丧尔在每个老大爷的胳膊上都咬了一口 而老嫖一家也挣了一大笔钱 转过天 这帮老大爷全变得生风祸祸 本来出门已经离不开小推车的李大爷 现在奔跑的速度连狗都撵不上了 大嫂早上打开庄前的小盒子 发现钱全都被老嫖给偷走了 老嫖给孩子们留了张便条 说自己带着他们老妈的橡皮去下为一浪漫 二嫖一直想把丧尔弄到时候而挣大钱 当他再次绑架丧尔准备离开的时候 被大哥大嫂拦住了去了 小嫖则带着丧尔来到菜地 这么一大片卷心菜可把丧尔给高兴坏了 两个人女跑难追 来了一场浪漫的我和僵尸有个约会 但好景不长 两人的好事最后被赶来的大嫖搅和了 村子里其他的老人听说了这件事之后 组团来到老嫖家 手里拿着钱哭着喊着希望能让丧尔咬一口 挣大钱的机会终于来了 邻村的老大爷们听说了之后 开着农用车无央无央的赶了过来 由于顾客太多 他们还给每个人发了号牌 大嫂那个被老嫖偷空的小盒子再次兑满了钞票 既然这一切都是丧尔带来的 那么再让他们的摇钱输出在仓库里显然不太合适 几个人一商量 把他们老爸的房车改造成了桑桑的寝宫 二嫖为桑桑买了一副新的假牙 小嫖则带着桑桑去理了发 买了新衣服还吃了一顿大餐 很快大嫖等人利用赚来的钱 重新装修了加油站并添置了新设备 桑桑也正式成为了家庭中的一员 可以坐在桌上跟家里人一起吃饭了 本来一切都很美好 但没过几天就出事了 在王德白的婚礼上 那些曾被桑桑咬过的老代们 开始出现了不良反应了 由于二嫖打算把桑桑带到首尔做检查 小嫖则担心桑桑会被医生们拿来做解剖 因此偷偷把桑桑给放跑了 不过桑桑可不了解小嫖的良苦用心的 站在原地一直没动 最终被二嫖给找到了 二嫖带着桑桑来到了县城的长途吉他站 准备一起抢往首尔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丧尸病毒爆发了 那些曾经被桑桑咬过的老代们 彻底失去了控制 是奸人就咬咬完就跑 被咬过的人迅速变成丧尸 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万的 这个地区很快就沦陷了 一些村里的老熟人变成丧尸之后 开始围攻大嫖的家户站 为了对付这些丧尸 大嫖两口子和小嫖开始研究二嫖创作的丧尸完美手册了 为了防止被丧尸吃了脑子 三个人就地取材把家里的锅扣在了头上 迅速成立了一只杀丧尸小分队 派出所也沦陷了 县城是一片大乱 二嫖不知道从哪弄了一副行头 开着车急急忙忙往家赶 现在夏佬寨那边的形势非常危急 丧尸们很快就突破了大嫖等人的防线 一窝封的冲进了屋里 三个人被逼无奈只好爬到了房顶上 然后转移到了房车里 就在这紧急关头 二嫖开着浓浓车及时赶到了 并且开始用烟花爆炉攻击这帮丧尸 但这个不靠谱的二货 完全忘了这里可是加油站的 把房顶上的大嫖可气的不轻 不过从这件事让他们发现 这些丧尸对声音和光线非常的敏感 连惊待下大嫂严丑着就要生了 为了把大嫂及时送到医院 大嫖和二嫖披上丧丧的衣服 乔装打完成僵尸准备出去开车 但这俩费了半天的劲 居然忘了拿车钥匙 眼瞅着全家人就要被围攻 关键的时候丧丧突然出现了 趁着丧尸们群摸乱舞的机会 大嫂把孩子也给生下来了 孩子的啼哭声 马上引起了丧尸们的注意 大嫖拿到车钥匙之后扔给了二嫖 然后被一群丧尸给围攻了 二嫖想拖着房车逃跑 但丧尸们实在是太多了 虽然丧丧是这起事件的始作俑者 但这哥们在和老嫖一家人 生活的这些日子里 似乎唤起了一些人性 在丧尚的掩护下 一家人最终逃出生天了 丧尸们一看 丧尚胳膊胳膊朝外拐都气坏了 一拥而上把丧尚给围攻了 丧尚扔出了打火机 把家傲站复制一句了 天亮之后 二嫖刚把车开到塑造口 发现被丧尸咬伤的大嫖开始变异了 三个人一看大嫖张牙舞爪的样子 都意识到该大一面亲了 可就在这关键的时候 刚从夏威夷回来的老嫖 拖着行李箱出现 但诡异的是 第一个被丧尚咬伤的老嫖 居然没有变成丧尸 根据有关专家的解释 只有极少数体内存在抗体的人 才能抵抗住丧尸病毒 换句话来说 老嫖之所以没有变成丧尸 是他体内的免疫力起了作用 这时候二嫖露露出了诡异的笑容 因为他又发现了一条致富的结境 这条发财之路就是 只要让老嫖咬一口丧尸 丧尸就会重新变回到正常人 六个月之后 老嫖家接种丧尸疫苗的事 已经在丧尸们中间传开了 大家伙蜂拥而至 排着队等着让老嫖咬上一口 大嫖和丧桑被老嫖咬过之后 也都变回了正常人 虽然有点恶心 但老嫖为的挣钱也是豁出剧了 看完这整病片 我们还是来手糖尸压醒 只要思想不滑坡 挣钱方法足够多 不仅买车又买房 还能肥吃又肥喝